2018年8月26日 全国最大的罗东运动公园 这一天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单车旗友 时间来到清晨5点多 大家就陆续完成报道 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在2018年推出蓝阳五行骑动 五条百黑环线骑游的创意活动 受到许多爱好单车运动的伙伴参与 有些人是五场都有报名 有的是挑选喜爱的路线参加 满足不同属性的车友 在宜兰木火土津水的五行路线中 找到骑单车的快乐 蓝阳五行骑动的发起 也受到车商与自行车研发团队的关注 与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合作 即将推出辅助动力自行车 吸引了车友的目光 这个不是电动的 这不是电动的 是辅助的 动能辅助 来 这一台本能飾的真权一个女生来骑好了 来 坐 来 坐 你们怎么都不进来啦 好 两台助力车 我们这个不是电动车 是助力车 你要 你要有它的时候 它才有 有电才有助力出来 所以这个不是电动车 最主要就是 你用一般的力量 它给你一般的力量这样 你就骑起来就不会很累 我们这个目的就是 比较为主要健康骑 这两台相当别致的辅助动力自行车 一台是红色的越野车款 一台是粉红色的公路车款 除了设计造型亮眼 更因为可以调整自动变速的速度 对长途骑乘或用来 骑游旅行 具备省力又快速的功能 未来渴望作为2020 体验神舟回潮 文化中华的制定用车 这个一踩就往前冲了 三十踩 一踩就往前冲了 我知道 它现在是用 它现在是用第五级的 是吧 机器看得很好 好嘞 非常帅 好嘞 我们要请戴老师带大家坐车 大家集合都可以来 好嘞 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推动我们蓝涌五行 骑动的第四场 是我们的追风荧光 已经来到第四场了 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很棒哦 那么呢 今天的这个第四场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呢 特别介绍了两台 一个是公路车 一台是山地车 我们的这个 动能辅助的这个单车 那推荐给大家呢 待会可以来试诚 让大家呢 在这个骑单车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安全 同时更快乐 更省力 大家会合后 时间来到将近六点左右 全体车友一起进行热身 好 你的膝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将复合来 在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理事长游晨晓明迪夏 车友展开挑战宜兰八个乡镇的 百K环线状游 三 二 一 出发 好 非常欢迎大家 骑游我们今天 五行骑渡的水线 非常好看的蓝阳五行骑的 这个蓝阳风光 透过大家的骑游呢 可以让大家呢 舒展身心 健康乐活 今天骑游很多 请大家注意安全 蓝阳五行骑动第四场 追风荧光路线 从罗东镇出发 沿途行经东山苏澳五节 再从滨海公路穿越壮围投城 然后绕到礁溪和圆山 最后会再回到起重点 罗东运动公园 是一场难度不小的 环线骑游 同样采用一卡通 感应的继承方式 让车友抵达感应站时 必须停下车来 由工作人员用手机 感应票卡上传云端 一开始许多经常参加 竞赛的选手还不习惯 但是了解了在中继站 稍坐停留 避免车距拉大 让车友尽情享受 蓝阳平原风光 才是五行骑动的活动特色 车友陆续完成感应后 便开心地享受 追风赏景的乐趣 这项结合观光休闲 与运动健身的 百K骑游活动 是国内单车运动的创举 除了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也为逐渐迈向乐林的车友 提供了一个与同好 享受骑单车 逍遥游的管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